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冰的 最近又是独独相扣 一环接一环 比COME19还害人 咸游见仙 这款游戏在中国叫做永恒修仙 于去年8月13日进行公测 开发商是传游互动 是中国4399的子公司 发行商为易游畅响 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关联性 但合理推测应该也是4399的人头公司 毕竟以4399本身的规模跟老资力 是不必将游戏交给一间资本额跟成立时间 都远不如自己的公司发行 另外这款游戏光是在TAP的下载量就超过了102万 但却只有1000出头的评价 连1%都不到的比例 其实是不太合理的 不是游戏本身太垃圾 玩一下就被删除 就是厂商在控评跟买量 在结合B站官方的讨论度一起评断后 我是比较倾向是后者 果然是中国式行销 台湾本次的代理是伊亨书位 老朋友了 之前也常介绍 这次不知道是不是背后的厂商经费不够 找了15个知名网红来代言 可能我跟新时代脱离太久 真的是一个也不认识 还请见谅 而这游戏在台湾的开发商 却是挂万威护与科技 又是一波迷之操作 弯弯绕绕的 中国的墙一直以来只有拒绝自己人外出 却没有防止外人进入啊 该游戏的类型 跟伊亨书位代理的另一款游戏 艾尔多战技是差不多的 都是纸版的放置类 那顺便聊一下艾尔多战技 游戏是现在去年的6月24号发行国际版 然后中国则是8月12号 开发商是反保护于 其中原子朋克为其股东之一 这间原子朋克可能让人很陌生 但它的母公司很多人都听过 就是开发明日方舟的英雄网络 游戏的美术方面还行 玩法就是鉴于远征的换皮低配版 但中国籍国际版的代理 辅王网络 厂商的营运评价并不好 这次出台版的感觉 有点像是榨干剩余价值 但还是希望能好好经营 回到今天的主题 咸游艳仙这款主打文字加仙侠风的玩法 关于文字 简单来说就是把战斗简约化 并增加剧情含量 类似的代表作就是一念逍遥 但说白了 就只是省成本的开发方式 而且都玩放置游戏了 谁还会花时间独你的三流剧情 初始玩家只有男女角色可以选择 也没有什么捏脸系统 我是不知道广告中那么多的角色 到时候会不会有 但最好是不要抱期待 而放置类的玩法 虽都大同小异 但这款的游戏性又更低了 既没战斗又没有出色的利会表现 又是一款输给少女回战的游戏 真的是一款建一款刷新下限 培养方面千篇一律就不多做介绍了 看到哪个红点亮了 就按下一键升级就对了 能玩的内容不多 但课经典却不少 游戏抽卡的部分 就是把常见的角色、宠物 改成剑气跟剑铃 其他还有各种花式充值 手充、每日充、福利充、周礼包、每日礼包、限时礼包 月卡、永久卡、投资、理财等 何不干脆直接提供账号 让玩家直接汇款就好 真的别怪为什么没人想玩 是凭什么要别人玩 结论 是你在玩游戏 别让游戏玩你 这款基本上就是妥妥的圈钱游戏 开服收割后就直接摆烂 还是看课长玩或者去追剧就好 看强妮戴普跟安博会不会上演第二季 而游戏好不好玩 对你我即使也不怎么重要 而是看那些业配怎么花10分钟以上介绍 这款几乎没内容的游戏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r 我们下次见 拜拜